哎呦 我要把左边的矿给开了 所以有四个矿啊 这两人真更能墨进 打了四十分钟了 还没看出谁赢呢 哈亚现在是采不到钱 罗亚还有钱采起码 人还能再造兵 这要是一波没打好的话 哈亚再溃一波 这形势又逆转了 这弄了一个矿 但农民去之可少 哈亚现在全力防守这边矿 哈亚自己那三矿还没采光 对啊 那个环保矿啊 这是哈亚的救命矿 这会儿就靠那片持久的矿 为他远远不绝的提供能量 哈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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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好像是99,200块钱,100人口了,这边人说一里面装的是农民呢,这你是干嘛,空头在别人脑袋上吗,哎呀,好像有点钱,200多块,也好不到哪里去,收矿了,人口91,哎呀,收矿人口看不多呀,这个局势确实很骄傻呀,里塔领先,里塔领先一点,人口, 就矿,还要多一点,我觉得可能厉害农民多一点吧,好的,冲出来了,哎呀,哇,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啊,真是要有,但是很怂啊,哦,他是要先,不管怎么样,把气矿给控制住,哦哦哦,等着你不让你踩气是关键的,没人说这边这边的气矿,汇聚了一辈子了,你就不让我踩啊, 哎呀,太不公平了,这气矿打下了就好了,不管怎么又说,踩点钱,对,现在雷特两千多气呢,他十二点那气矿都已经停着不反了, 哎呀,觉得自己缺气对方应该缺气啊,殊不知雷特这边气多的要命, 哎呀,我睡觉了,还没打完,继续睡,今天, 哎呀,哎呀,这已经睡过一觉了,刚睡醒,睡一下头,哎呀,哎呀,哎呀,你别说这个, 还有这种风格 在后期这种 就是一块钱是一块钱的时候 然后地坦是空头农民 不是农民 强攻 好的 9点钟 9点钟 危险 相当的危险 算了 不要了 11点又打出来了 可以去11点吧 你看直接就往某人飞了 太阳 何时无防跑 还是木鲁亚好 有了亲身在 我不怕没踩上 哦 这还真是祈祷 这还真是祈祷 给累他 肯定给累他 他也不会有女粉丝 呜呜 耍 这个路口 还是 还能够抢回来的 这边 过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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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哎呦 这当我没说啊 这是黑白鞋 下一步之后 顿时那个 优劣势就开始转换得很明显 他为什么不踩呢 难道他踩不了吗 嗯 可能吧 他为什么不踩呢 难道他踩不了吗 嗯 哎 笔子增兵的时候 不是他不踩 他就把GDP的11点去踩嘛 你去11点踩矿多好啊 嗯 这农民要被炸了 这农民要被炸了 哎呀 这一波空头过来可就要了亲命了 这帮 雷塔电竞胜局了呀 啊 很骚 坦克不着急驾 在这边先 嗯 还要上机 再投一次 哎 这次你没提及了吧 把这个位置控制住的话 就等于是自己去11点的道路也扫平了啊 倒是说自己可以顺势的再去打11点 这样你就彻底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开矿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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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又要重新洗牌了 哎呀 只有一个矿 雷塔好歹两个矿在踩 哎呀 那一个矿已经是没几天没几个矿了 我现在估计那矿会在身边中间的踩光 哎 哎 哈雅还有一个矿可以开 啊 就是 雷塔的三矿 哈雅可以把兵投到那个墙里边去 然后控制了 还雷塔的出兵点 是顺便在这开边框 不过这得建立在他 投过去之后能控制住的情况下 哎 哎 不是他这种还想着怎么骚扰对手 您赶紧的自己先弄片矿吧 哎 弄着了 三个农民在踩着一片矿 哎 这里面卡住了一个农民啊 这个时候一个农民很重要的 赶紧把这些农民运出来啊 嗯 现在农民很值钱的 嗯 这12点踩在太环保了吧 现在没限制矿变过院 嗯 嗯 这还有不少农民 嗯 雷塔的特点就是农民多 嗯 他之前也是送了好多农民嘛 我们看他那个拉农民的时候 没事就被队友吃一点 没对被 被队友吃一点 你回去我这两个小两个儿 哎 他平推流 哎 还真被他打下来呢 有点意思啊 啊 黑白系 又翻面了 这边矿 哎呀 这边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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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 这边熟地吧 这个 这个改朝换在多少届了 对 啊 我的经纪明白 啊 争嘴了 我算经纪明白 哈哈哈 打这儿不是明智之绝啊 我打这儿的话自己露出阔下了 这个换不起 自己丢哪儿都比对手丢这儿不划算 去去打他出一点 这波冰 他是想吃这波冰吗 啊 还在想什么 哎 对方下了一步 你应该下一步了啊 他是想来吃这波冰 那这波冰直接逃到十二点去是吧 啊 你也吃不着啊 你要造点隐飞 没准还过来给劫了 你真的要怎么吃啊 还追 人家去投食一点了 啊 完了 还 这下海亚要鸡鸡了 这只好第二个声称 排得逃到的 怎么吃啊 这持续命外之后 又是一个经纪另外 哎呀 完了 海亚说你耍外 你怎么acia下了两步啊 你看 我才下了一步 一步都没下 我才愣了一步 我思考的时候你怎么就下了一步 这下没辙了 彻底断了 这人要跟人家拼了命了 我仿佛看见 一处悲剧要上眼 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居然后退了 还舍不得死兵啊 你赶紧送光了机器吧 大局观确实贪婪 他不知道打哪边 打的是最最没用的地方 这个可能 雷太本来打他那个三况其实也是很没用的 但他大局观可能就是 他把对方的智商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判断因素在里面 他还傻不辣机的被他掉走了 大部队 好嘛 别人又想了一个话 GG 这盘棋最终还是雷太赢了 嗯 这种时间太久了 飞扬了 嗯 嗯 这场比赛估计没有精彩回放啊 我们就不看了 等着 现在已经是 这个表例 好 我们一会见